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搞得非常火爆的一个事情 就是动态清零 或者说是维尼斯清零 清零这个事情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个统治权的 统治权的归属问题 你想 维尼雄一尊 它是定于一尊的 对吧 所以它是不能犯错误的 一尊是必须正确的 那既然一尊是必须正确的 那么这个清零 或者说防疫 是它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对吧 当然也是不能犯错误的 因为 因为维尼雄它是不能犯错误的 所以 那它所制定的政策 或者它所想要做的事情 也是必然是不能错的 那OK 那这是第一集 第二集 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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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行政官僚 或者说是行政机构 接到它的指令以后 那需要做一些 怎么样的事情呢 这个 这个是没办法 没办法操作 很难操作的嘛 就是说 指令非常模糊不清 因为指令是什么清零 可防可控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你给我一个操作手册 就是说 下面的行政机构 或者说是下面的操作 操作系统 它是需要一个指令 需要一个像说明书一样的指令 你给我说明书12345怎么做 但是 但是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 那 那我当然是 不做 不错 多做 多错 对吗 我什么都不干 那至少我是不会错的 那如果我干的越多 那有可能错的越多 因为上头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知道的呀 我是 或者说模糊不清的 是吧 所以 所以我做 到时候 这个指令又没有 我 我如果说做的事情 在上头看来是 没有按照它的意思去做 那我不是制造麻烦吗 对吧 那我干嘛要做 所以 到了具体的行政机构 或者说是到了具体的操作 操作机构 操作系统 它必然就是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 做得越多 错得越多 那OK 那 这一集 这是第二集吧 相当于是 它是介于 统治者和韭菜之间的 对吧 他 他当然 他是不想错的呀 因为他错了 而统治者是可以惩罚他的 但是韭菜是拿他没有办法的 对吧 所以说 对于统治者而言 这一层 第二层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什么都不做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 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 您老人家的意思来做 那才是最好的一个策略 那对于韭菜 当然是 不同的策略了 因为对韭菜 他们是统治者吗 对吧 他们是有相当于是有一些权利的 对吧 当然 所以说 所有的错 当然是你韭菜的错了 对吧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统统 顺序的问题 123这样下来的 对吧 那你 你如果 你如果觉得 这个状态不好 那你 你做点什么吗 是吧 你做点什么 让我们觉得 有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来维持 维持你 更好的待遇 是吧 所以说 这个清零政策 其实就是一级一级下来的 当然我是简化了的 123 就是第一层 第二层 主席是第一层 当然那个白卫兵 不可能是第二层了 反正 他是介于主席 一层和韭菜之间的 对吧 一层一层下来 都是 都是类似的逻辑 就是 一层是不能错的 或者说领导是不能错的 那 我当然也是不想错的 对吧 我在自身这一层 我当然也是不想错的 那错当然是下面这种错 那一直错 错错 错到底 那当然是韭菜的错了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统治顺序的问题 就是第一层统治第二层 第二层统治第三层 三层统治四层 五六七八九 到最后面一层就是韭菜 所以 无论说 你找出什么样的借口 或者找出什么样的数据 这 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 真的没什么意思 你如果真的想要 真的想要摆脱这种状态 那就是 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打出战存笔来 就像我一直提倡的 你五月 想要获得更好的待遇 就唯一的办法就是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 打出一个 有效的战存笔 或者说是 打出一个 有效的统战价值 让 打到中国人怕了 或是打到中国人认为 打你是不划算的 那五月就独立了 对不对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